修正通過 今天上午立法院正式三讀通過 性別平等工作法部分修正條文草案 把工作時間外 不同單位間的性騷事件納入規範 如果有全市性騷 最重可以罰100萬元 雇主若認定有性騷事件 必須要通報地方主管機關 三讀通過性別工作平等法的修正 這是台灣性別平等運動 繼同性婚姻後新的里程碑 更是還給MeToo被害人正義的第一步 這一次的規範 在30人以下的一個公司防治懲罰 罰則的第13條條文 仍然有加強的一個空間 我國30人以下的企業占全國9成 如何維護到多數人的一個權益 後續執法配套 還需要各單位的持續努力 以真正完善性騷擾 申訴管道 朝野對30人公司以下的防治懲處 跟相關罰環沒有共識 因此保留第13條和第38條之一 到院會進行表決 最終通過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版 提出修正動議 不只信平三法立法院臨時會的 最後一天也針對外議間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討論表決 而政院新版本也追加貪污治罪條例 重大經濟犯罪要繳回犯罪所得 才能納入外議間領選 就過去外間的事件的一些漏洞 我們認為在這次的修法 要盡快把它補上 不過上週朝野協商 各黨團針對部分關鍵條文沒有共識 恐怕也將在立院上演表決大陣 這樣就行過了